我们现在开始测试博士2代电控喷油器的浅解生成 首先我们把它的电阻档板拆除 把那根球状的螺丝拆掉 小螺丝取出 把它就一起拿出来 我们把干球倒进 好 重新砸紧 我们现在用耐磁的TS27A泡桶 把变磁滑拆除 拆除 把电磁滑锦帽承出 电磁滑把它拿出来 我们小心点 拿出以后它的逐渐是闪的 我们先把它放在工作台上 我们注意它的钢球 因为钢球很小容易掉落 等我好复堂皇 掀铁盘 掀铁盘 掀铁清醒 我们现在测掀掀铁清醒的时候 它的堂皇跟堂皇座我们都应该把它取出 好复堂 OK 堂皇 堂皇座应该还在这边 用个平板敲一下 好 堂皇电瓶也敲出来 把这大盘皇放回去 我们现在把 把铁铁盘复位 盘化盘完座 小心专入 盘化 先给盘 还有电片 重新这样子通过器 检查一下时候到位 把电磁阀重新归位 好 我们现在用 一号 测量表重 换肉 用锁全到位 装肉 千分区 好 OK 贵人 检查一下 表的灵活性 不够了 这个是测量跟衣带方式是一样的 轻按表头 按到位 0.053 好 再来一遍 0.053 现在显示 它的 铁铁生存在 53位 呃 博士的 一般的要求 它是在 50位 政府 5位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测量 结果是符合要求的 好 铁铁生存 5